浩月的身份最终是如何暴露的 龙浩尘反应有多大 无论是魔族还是亡灵未免 所有人都在追杀浩月 因为他其实是奥斯汀格里芬 是毁灭一切的天谴之神 不过龙浩尘一直不知道而已 而且就算是告诉了龙浩尘 他也不会相信 那么浩月的身份最终是如何暴露的 龙浩尘反应有多大呢 一 浩月的身份 龙浩尘是从魔神皇的口中 得知浩月的身份是奥斯汀格里芬 但是奥斯汀格里芬做了什么 他却并不了解 而在亡灵未免的尸污口中 得知浩月就是奥斯汀格里芬 而且很危险 甚至是破坏这个世界的罪魁祸首时 龙浩尘也并不相信 真正得知奥斯汀格里芬的一切 是在和魔族的最终决战时 从月魔神阿加雷斯口中得知的 因为月魔神阿加雷斯最担心的 就是奥斯汀格里芬再次出现 这也是因为他在最后关头反悔 和魔神皇一起对付龙浩尘的原因 只要奥斯汀格里芬不死 不只是魔族不可能活下去 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生物 都不可能继续存活下去 所以他只能将奥斯汀格里芬的所作所为 全部告诉龙浩尘 希望他能和魔族联手 务必要击杀奥斯汀格里芬 这时候龙浩尘才得知 浩月和奥斯汀格里芬的关系 以及奥斯汀格里芬 为什么被称为天谴之神 但是月魔神阿加雷斯 所知的也只是魔族的记载 对于奥斯汀格里芬的来历 他也并不了解 最终还是苏醒的奥斯汀格里芬 将自己的来历全部说了出来 龙浩尘才知道奥斯汀格里芬 原来和创世神的双生子 是一切未免的毁灭者 二 龙浩尘的反应 从十五口中得知浩月的威胁后 龙浩尘并不相信 因为浩月是他的好兄弟 所以也信任浩月不会害自己 不可能因为 对他未来力量的怀疑而抛弃他 而血气带点浩月的 不只是和龙浩尘的联系 同时龙浩尘也曾改变过他的属性 也正是因为属性的变化 才让当初浩月能够活下来 逐渐恢复自身的损伤 并且在之后再次进化 而且龙浩尘还认为 魔神皇熟知的奥斯汀格里芬 和他的浩月并不是一种生物 因为浩月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已经被龙浩尘用鲜血 洗掉了他身上的黑暗属性 龙浩尘的猜测是完全正确的 光明与黑暗是截然相反的两种力量 浩月八个大头中的小光 可以说是和龙浩尘最亲近的一个 因为他的力量完全得自于龙浩尘 直到月魔神说出魔族的来历后 龙浩尘才渐渐相信了 浩月和奥斯汀格里芬的关系 但是他多么希望这不是真的 然而此时奥斯汀格里芬已经苏醒了 只是在冷眼看着月魔神说出一切 但是就算奥斯汀格里芬现身 龙浩尘仍然不敢相信 只是有种十分不好的预感 因为此时的浩月已经给他一种陌生感了 他的神情满是痛苦之色 他怎么也无法相信 自己最信任的伙伴竟然会背叛自己 而且要成为毁灭整个世界的魔手 浩月竟然变得比魔神皇更加可怕 此时龙浩尘心中只存在最后一丝希望 他不相信浩月会对他动手 但是此时的奥斯汀格里芬 已经完全不是浩月了 不会对龙浩尘有任何留守